由台湾著名作家 兼导演九把刀指导 刘依儿 蔡凡熙 邓玉凯等人主演 还有堪称最强客串卡斯 包括柯振东 宋云化和布鲁斯等 饰演尸体团的校园惊悚片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 之前在台湾台北进行手印礼 尽管只是客串 但柯振东等人也给足面子 欠身力挺九把刀 让红地毯更加星光翼翼 这部影片讲述四名学生 捕获一头会吃人的怪物后 掠打和恶搞怪物 慢慢的自己的心智也变得扭曲 成为真正的怪物 影片包含血腥暴力镜头 更以震撼人心的吃人场面开场 在香港被列为三级片分级 还被网民用来媲美韩国叫好叫做的电影 施速列车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 可以说是还没上映 就先掀起热议 和马来西亚预计在8月17号上映这部电影 把赢了 攻击 楸